高雄有一间评价相当不错的火锅店 遭到一名女子指控说 吃了他们的牛奶锅拉肚子 还闹狠话说如果不处理的话 叫老板试试看 老板很傻眼 因为这名女子指控有问题的牛奶锅 早就在三个月前就下架了 加上提不出相关的证明 怀疑说是不是遇到了碰瓷 故意来找麻烦呢 老板赶快报警处理 警方致电询问 对方一听到是警察 马上说身体全好了 事务会一场 骑机车来到火锅店 女子招了招手 把礼宾人员叫过去 先是指着门口风铃嫌太吵 再来又说要老板打给他 没想到电话打过去 他指控食物出问题 吃我们的牛奶锅就拉肚子 然后我问他什么时候 他第一时间说前阵子 我说不对 我们牛奶锅九月就下架了 跟他讲说那是九月多次 他才跟我讲说 对三四个月前的事 火锅店就位在高雄新兴区 评价高达4.9颗星 对于食材和卫生 老板严格把关 但女子却在电话里说 他吃了牛奶锅拉肚子 控诉食材不新鲜 不过奇怪的是 牛奶锅九月就下架了 九月前吃了出问题 怎么到十二月才来讲 那应该是敲诈吧 可以拿发票跟收据或医药单 我愿意赔偿给他 然后如果没有 就我不会做任何事 他后面给我绕一句话 叫我试试看 一听要证据马上绕狠话 加上说辞反反复复 老板怀疑是想碰瓷 立刻报警 警方致电询问 女子一听是警察 态度180度转变 马上说身体全好了 就说他不会再检举我的事情 到此结束 有关他吃坏肚子 他说误会一场 后续该餐厅 店家也表示不愿追究 老板对品质坚持 才能获得高评价肯定 也相信只要食安做好 不怕有心人来敲诈 记者梁子月中 齐渊高雄曾报道 好 好